现在我们来看看与中共国的超限战中所面临的技术问题 你对总统的那个抖音交易持什么态度 我认为可以把交易抖音作为其他类似情况的样板 抖音就是中共的战略资产 顺便提一句 大江无人机也是 他们占据了美国无人机市场90%的份额 我们的国土安全部正式在使用这些无人机来识别关键的基础设施 甚至还配解了执法队伍 中共无人机在美国无处不在 却没人管 你知道还有一个基因公司 华达基因 在不断获取美国人的基因材料 用来找出其潜在的弱点 所以我认为 我们必须有一个全方位的战略方案 来阻挡中共国试图利用这些双重技术 大规模渗透美国 你应该是能把这些事情都联系起来的最佳人选之一 Reheem已经做得很好 他能回答有关诚信项目的问题 但如果你从三个领域来看中共 如何试图从总统手中窃取此次大选 你知道他们会用法律战 他们有诉讼律师 你也看了他们法律团队的规模 他们还组织了一个街头军队 你比我们更了解街头上的这些情况 你知道需要采取哪些执法行动 来让这些地方重新变得安全 但最重要的是 就如郭文贵所言 社交媒体 他说这是中共国最强的武器 也是中共最大的武器 他们拥有主流媒体 他们还拥有社交媒体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所有这些社交媒体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想请你畅所预言 当你看到他们将这些势力聚集在一起 试图从川普手中夺取这次合法的选举 你对大家有什么警示吗 首先关于郭先生的评论 让Bill Clinton看起来是多么愚蠢 还记得他说 哦中共无法控制互联网 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 次次证明中共做到了 他们将果冻钉到了墙上 科技的目的是为了四半功倍 独裁者也可以 他们利用科技少花钱多半顺 我认为九十年来的美国政界 在这一点上非常失败 如果美国的科技公司 真的爱美国那就好了 这要求难道很过分吗 大科技公司讨约美国 是我书中的某一脏的标题之一 其中小数了我们现在正面临的挑战 Twitter就像监狱一样 我最近就遇到Freyham的标签 你知道Twitter随便给人们贴标签 是一门生意 无论是国内或海外 他们借助高科技来管控讯息 限制思考 以此来控制我们的言行 川普赢到2016大选后 苦苦甚至认为遇到艰巨挑战 召集员工在内部进行大会 来探讨如何阻止川普当选 坦白说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团队 必须要有更多的人力 在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追责 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强硬推出反垄断法 通过联邦通讯委员会出台政策 对他们施压 这正是为何川普的第二任期如此的重要 国会永远不会去监管大型科技企业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大型科技公司搜买 这些公司雇佣国会议员的亲戚 舒默的亲戚现在在Facebook工作 你觉得他会同意让Facebook受到监管吗 当然不会 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进入总统行政任命程序 因为任期错开 只有总统临任才能完成此程序 通讯领域必须成为总统第二任期内的重点关注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